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海人 礼部尚书 你拿出一张唱片给 一面抽气地说 你拿去唱 巴金这一生啊 一直在想念他的大哥 可以说巴金的大哥是换了一种形式 继续活在了巴金的生活中 我从祖父那里 知道了人生 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 还有温暖和爱 他的生命又很短暂 但是他从来没有妥协过 他把所有的回忆都写成了他的文字 把他最初的感受 他对人间的爱的温暖 然后他的忽兰河传 也是他最初感受到人世苍凉 和寂寞的地方 这一期呢 我们将继续跟随徐光启 李淑童 巴金和萧红的脚步 追以红色往事 照寻上海之根 清理中国百年更迭 与时代新生 让我们一起继续维读 汇通上海 品读 斯文江南 维读诗书 品好水茶香 本节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 水中贵族百岁山 冠名播出 维读诗书 品好水茶香 本节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 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 欢迎登陆微博 关注东方卫视 斯文江南官方微博 一起唯读经典文本 也可进入斯文江南话题页 边看边聊 文人雅士经典文学作品 聆听文学的香音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展铁林在上海拍过很多戏 所以从一个北方人怎么来看上海人 我特别希望能够在上海生活 我喜欢上海的这个生活的氛围 你看这个小街道 小街道居然不堵车 小小的街道两边都是商店 那个方便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通融 这个萧军跟萧红到上海来 有一次鲁循先生请客吃饭 然后饭桌上呢 还有作家聂甘鲁和他的太太周颖 然后萧军呢就发现 聂甘鲁先生老给太太加菜 所以呢萧军想 大概这个在上海都是这个习俗 他就也给这个萧红煎菜 萧红就觉得很不习惯 我们这个北方 很少有大老爷们儿给女人煎菜 所以当他们来到上海之后 会发现上海的这种生活氛围 其实跟他们这个东北的 这个工作氛围不太一样 所以童瑞欣 这个你从北方到上海来 有没有这种比较长的适应期 还有说来了上海之后 马上能够适应上海 对我记得在北京 拍那个大宅门这个发布会的时候 记者问宝爷 说你怎么找一上海人来演 这个北京人 就是我在很多观众心目当中 就是确实已经把我当成上海人了 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 是个非常包容的 所以我在这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真是这样 我夫人也是上海人 所以你知道这个 嫁到上海三十多年 我一切都非常适应 嫁到上海 那当然了 这肯定都是非常非常适应 这个孙立跟路易你们都是上海人 你们天南地北拍戏啊 特别是跑到这个外地的时候 别人会怎么来评价你们俩的这个上海人 我觉得人家可能会觉得 第一印象 是不是总觉得上海人特别计较 是不是 但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很讲究那种 就像老师说的那种契约精神 那种规则感 就是我会比较习惯这样的 就是有什么事情 咱事先说好 对对对 就说好的事情 我一定要做到 我如果跟你谈的时候 我认为我不能做到 我也会如实地告诉你 我不能欺骗你 就是有一次 那个邓超的朋友 于白梅 他说了一件事情 我后来看看 我觉得还蛮搞笑的 他说邓超找我拍戏 然后呢 一般呢 我们在家里就说 我答你你演 那来吧来吧 就这样 但是我就会跟他讲 你找我经纪人去谈 真的 对啊 他第一印象会觉得 你跟我那么见外 我们是夫妻 你还要让经纪人 还跟我谈合约 我说因为很多事务性的事情 我不能做出 因为执行是他们 如果我轻易 我认为我轻易答应他了 可能在很多执行层面 我做不到 我反而会给工作人员 带来麻烦 但他现在已经很习惯 就我们现在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一种互相的尊重 比如说他现在在家 他已经很习惯 我们每个星期天 会拿出个本子来对一下 下礼拜你干嘛 就是我干嘛 就是我们插空 我们什么时候出去吃顿饭 就是互相不影响工作的前提底下 我们还能有自己的生活 还能陪伴自己的孩子 我觉得 反而我们的生活会变得非常顺畅 我记得当时 这个一中天先生写过一本书 他就写到上海 到一个朋友家里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从楼底下的楼上 有十几盏灯 每家用每一家自己的灯 他就很不理解 你就一盏灯就完了 后来他才知道 其实每家人家 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的电表 整个这个楼里头 还有一个大的电表 如果这个小的电表的这个电费 加起来的那个总和 跟整个那个大的电表的总和 当中有差距 那么这个差价 再十几家人家平分 他说其实这是一种 非常先进的理念 这叫什么呢 叫做契约精神 其实我觉得上海人 还有一点就是要面子 所以他可能 不会去夸下海口 他只有自己能够做到 他才会答应你 所以别人就会觉得 就觉得可能有点小气 另外就是我和佟瑞欣诗歌 一样 我是上海人 我爱人是北方人 对的 他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几年 而且他已经彻彻底底 被我童话成上海人了 我已经变成器官人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 红色往事 那么在这个篇章当中 我们将要演读 萧红的经典文本 这个孙力会给我们 围读一篇什么样的文章 我会给大家 演读萧红的回忆 鲁迅先生和一封 从日本寄往上海 寄给萧军的信 好 让我们一起打开经典 跟随孙力的演读 聆听萧红 以及众文艺工作者 讲述的红色往事 鲁迅先生的笑声 是明朗的 是从心里的欢喜 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 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 都拿不住了 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梅雨季节很少有晴天 一天的上午刚一方晴 我高兴极了 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 跑得上楼还喘着 鲁迅先生说 来了 我说来了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 天晴了 太阳出来了 鲁迅先生笑着 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 展然的灰心的笑 关于鲁迅先生的死 二十一日的报上 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遍 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对的 我跑去问了那唯一的熟人 他说 你是不懂日本文的 你看错了 我很希望我是看错了 所以很安心地回来了 虽然去的时候 是流着眼泪 昨夜 我是不能不哭了 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 清清楚楚 登着他的照片 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 可惜我的哭声 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 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 并没有能被人带走 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 还有那孩子 我真不能够想象了 军 告诉许女士 看在孩子的面上 不要太多苦 孙女读完了这个萧红的文字之后 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当时萧红和萧军从东北到上海 也是冲着鲁勋先生来的 他们之前在东北的时候 跟鲁勋先生只是通过书信的来往 鲁勋先生等于是他们来上海的唯一的一个信念 鲁勋先生也很欣赏他们身上的那种拼搏劲 所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生活上 包括在文学上 都非常非常的照顾他们 后来萧红和萧军也决定搬家 就搬到鲁勋先生家边上 方便交流 然后他们的住址也是在红口去山鹰路的一个地方 所以会经常出现萧红 经常到鲁勋家的场景 所以说上海虽然不是萧红的故乡 但也可以说是萧红的一个福地 他在上海迎来他一个文学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 其实这个无论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还是萧红的生死场 其实没有鲁勋先生的关心 这两本书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出版 生死场也是鲁勋先生给萧红做的序 其实鲁勋先生一辈子对年轻人是非常关心的 比如说他对左莲不劣势 然后对萧红 萧军 然后其实他对八斤也是非常关心的 当然八斤先生比较羞涩 他不是一个太善于交际的人 所以其实鲁勋先生跟八斤先生之间的 当中的一个信使就是黄元先生 八斤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崇拜和尊重鲁勋先生 八斤在考大学的时候苦闷了半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陪伴他的正是鲁勋先生的呐喊 八斤觉得鲁勋先生的作品不仅教会了他如何写作 更教会了他懂得人生 只是没有机会去见鲁勋先生 直到鲁勋先生生前的三四年 他们俩之间才有了真正的交往 鲁勋先生去世的当天 八斤才第一次到了鲁勋的家 鲁勋先生去世之后呢 八斤还写了一篇道词 我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老人的事实 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 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 懂得知己的朋友 中国人失去了一个带他们说话的人 中华民族解放运动 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 肖红回忆鲁勋的文字非常的感人 因为对于肖红来说呢 鲁勋先生对他有之欲之恩 肖红的爱情故事呢 其实也非常令人唏嘘啊 所以从一个女性的角度 你怎么去看这个肖红的这个爱情的悲剧 肖红的一生都非常的悲苦 从小却是亲情 所以她长大以后一直在寻找爱的一个过程 渴望自己被爱 缺少朋友 一辈子都在流浪 流离的一生 她自己很期待爱情 但是每次都会让她失望 那肖红的出现是在她最灰暗的日子里面 最需要关怀被帮助的时候 也给她带来了无限的爱 但是呢 这个爱在肖红的未来 也给她带来很多痛 在她那段生活窘迫的日子 鲁迅先生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和安全感 因此她在鲁迅先生身上 或许让肖红看到了一个理想的父亲 或者是一个完美的男性的形象 甚至是自己祖父的一个投射 所以我们看这个回忆鲁迅先生很有意思 他对鲁迅的记忆都是那些非常不重要的 和鲁迅的社会意义无关的 他记得的都是很私人的 鲁迅怎么样戴帽子 怎么样笑 怎么样吃饼干 而且像刚才孙力读的那个一段 就是肖红一路跑到鲁迅那里 只要跟大家说一句话 天晴落太阳出来了 这是一个三岁的小朋友说的话 就为什么那么天真烂漫 那么甜美 可是我觉得鲁迅他充当了一个 比肖红的祖父要更加有力量的祖父 我觉得肖红写过一个很有冲击力的一个场景 就是肖红到鲁迅家去 那他问徐广平要一段绸带来系头发 那徐广平就给了他一段粉红色的绸带 然后系得很好看 他们就让鲁迅看 鲁迅非常严肃地说了一句话 不要这样装饰他 那句话我一点都不喜欢 可是肖红很喜欢 为什么肖红会很喜欢呢 我觉得肖红在鲁迅那里感到了一种 有力量的有边界的爱 他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爱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想 如果说肖红的祖父在他小时候 他也会说不要这样虐待这个孩子 那肖红的人生他会完完全全地不一样 可是肖红只有到遇到鲁迅的时候 他才感受到了这种带有力量的 这种爱的保护和边界的设置 所以肖红到死之前 他就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葬在鲁迅先生的墓边上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来比较 这个肖军跟肖红的关系 以及巴金先生跟这个肖山的关系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极致 那肖军其实对肖红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甚至也出现殴打肖红的这个现象 而且他要把肖红紧紧地拽在自己的手里 那巴金先生对肖红始终是放手的 因为他们俩差着这个十四岁 肖红他也是一个读者 给巴金先生这个写信 说喜欢巴金先生的这个作品 然后巴金就在这个1936年的一个下午 在新亚餐厅跟他这个见了面 然后俩人情愫见生 然后彼此想确定这个恋爱的关系 而且得到这个女方家长的同意 可是后来这个肖红的妈妈陈云珍的妈妈 发现他们很久怎么还不结婚呢 这巴金就说了 这个我要尊重肖红的想法 因为他想去西南联大读书 那我就等等吧 他是自由的 他始终是自由的 巴金先生始终是一个 对于妻子是非常尊重非常放手 所以小丹老师 你怎么看待两位不同的作家 他们对待爱情的这个不同的态度 我想读一首诗给大家 是肖红和肖军 他们最初相爱时候肖红写的 肖红说 只有爱的持出美丽 三郎我并不是残忍 只喜欢看你 立起来又坐下 坐下又立起 这期间正有说不出的风月 像这样的一种感觉 是一种全身性的被吸引 他不是被这个男人的社会成就 被他的才华 被他的成功 甚至不是因为这个男人对他有多好 而是就是被他本身吸引 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个身影里面去 那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种 很高强度的这种幸福 和一种很浓厚的这个爱情 可是问题在于呢 只有这种爱是很危险的 所以等到肖军 后来再殴打他之后 他又写了一组诗叫做《苦怀》 里面有一首说《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 他和父亲一样了 父亲是我的敌人 而他不是 我就会觉得在肖红这样的人的身上 爱情的幸福和爱情的这种痛苦 他都体会得比一般的人更多 那我想肖红的人生中间是有一种复杂的动力 一方面他非常地想和一个男人依附在一起 可是另外一方面 当他被抛弃之后 他又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他是可以一个人往前走的 那这样的一种矛盾性 其实是肖红的魅力所在 那最后肖红他到达香港 死在了医院里面才只有31岁 肖红留下了一些遗言 里面最重要的有三条 其中第一条是 第三句他就没有那么怨怒了 说的是 那么在这个第三条里面 其实是有一些宁静 而且还有一些遗憾 我很喜欢戴王叔的一首诗 叫做《肖红木判口瞻》 你看了这首诗 你就会觉得肖红他在生前 没有得到的那种照顾 陪伴安慰 都在他死后的戴王叔的这首诗里面得到了 所以我想把这首诗给孙力 我想你前面在准备肖红的时候 你觉得怎么世界上有这么苦的人 你肯定会觉得说 最好这个世界可以给他一些好东西 那么我觉得戴王叔的这首诗 就是一个给他的好东西 你要不要选一位男士 你觉得用谁的声音来读这首诗给肖红 可能肖红会最喜欢 只有路易最合适 我觉得应该让孙力选 他肯定不会选我的 既然你这么说 那一定就是你了 你为什么不能选一位老人呢 孙力选一位老师 请林老师 你真不浪漫 肖红目盼口战 待望书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握听着海涛显话 无论是李淑彤 还是八经 还是丁玲 还是毛顿 很多的青年的文艺家 他们来到上海 吸收到了新鲜的文化 他们在文学 在艺术上得到了巨大的成长 同时呢 他们也为这座城市 增添了星火相传 上海当时成为 中国新文化的一个中心 出版的中心 文化人集聚的中心 也是新文学的一个 黄金岁月的中心 这也是造成左联放在上海 那么左联的意义 隔了九十年 我们再来看 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的意义就是要 打破闭门造句 和实际的生活斗争相联系 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要有底层关怀和理想追求 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 还有就是要为民族呐喊 为民众代言 那么这些精神 隔了九元的岁月 到今天来说 还是有它的现实意义 演读的最后一篇呢 是1936年的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它是八经起草 经过鲁迅修改的 中文艺工作者宣言 是1936年的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是1936年的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是1936年的 是1936年的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是1936年的 是1936年的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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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936年的 鲁迅之死呢 是左翼团体的 一次大集结 转过年 抗战爆发 萧红呢 在香港的 战乱当中 他的生命的 大幕降下了 那么延安的 文艺界呢 也为萧红 举办了追思会 参加的 萧军丁玲 都是上海去的 作家 那么追思会的 第二天就是 历史上著名的 延安文艺座坛会 那么今年呢 是延安文艺座坛会 的80周年的纪念 在座的各位 也都是文艺工作者 那么在当下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传承 如何立志 我觉得即使要 追求艺术上的精进 更要注重于 德的修营 要用作品 与观众互动 用作品来讲好 中国的故事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 在我们的前辈当中 寻找一个自己的灯塔 因为这些人 可以让我们 一直走一条 对的路 我们不仅要弘扬 中国的文化传统 也要让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当代的表达 我想问一下路易 我们都知道徐家慧 您知道徐家慧的来源是什么 说到徐家慧名字由来 我小时候就知道 这个名字由来就得提到了 爱国的科学家徐光启 徐家的后裔也在此繁衍了 后来由于赵家邦和李宗晶二水会合 所以最后名为徐家慧 我看这个孙礼平时 其实节假日常常会带孩子去郊外 做一些郊油 去采草莓 然后去摘一些蔬菜等等 你觉得孩子最开心的是什么 因为现在孩子都被保护得太好了 他们所有看到的菜都已经熟了在桌上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从一个种子到发芽的过程是什么 所以我很喜欢在他们放假的时候 就带他们去一些农场 看到一个植物 从无到有整个生长的过程 这也是个生命力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刚才我们说了徐光启 除了天文历法之外 其实他对于农业也非常有兴趣 他写过一本黄黄巨著农政全书 这本书的原作还在我们这个上海博物馆 它就像一部农业的百科书一样 种植啊水利啊什么都有 而且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事情啊 就是想尽快地进程农政全书 好 让我们一起打开金点 聆听上海之根 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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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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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徐光奇在上海的家实际上是在南市 但是他从事农业的这些实验 农业的生产 包括市种甘薯 就是在现在的徐家慧 当年叫做法华慧 有关甘薯的种植 徐光奇都做了哪些努力 徐光奇写这个甘薯书是因为1608年的江南大水 他当时正在松江的家里为父亲首相 他就想要解决水灾之后的饥荒问题 番薯原来是南美洲的植物 这个时候已经引入到了广东 那番薯书里面徐光奇就说 他多次请人从广东给他带这个甘薯的 其实是他的快筋过来 然后在上海引种 从1608年到1610年这个三年 江南年年大水 他做了非常多的试验 试验的地方就是在徐家慧 就是怎么样才可以去种一些 代替水稻和小麦的这样的植物 那么在1610年那次大水之后 徐光奇马上就发布了他的试验结果 他贴出了布告 他就教这个农民 说你们去买那个高地的 没有被水淹到的那个稻秧 然后把这个稻秧通过输稻的方法 再种到这个低地里面去 最有趣的事情是他的那个告示里面 他就说一亩稻最多可以输成十亩 稻苗要把它捡到多长 比较适合重新种植 要加多少的粪饼 我就觉得很好玩 就是他这样一个沉迷做试验的形象 其实和一个儒家的传统士大夫 和一个明代的高官 其实还是蛮有反差萌的 而且他这个农政全书里头 专门有一个部分讲怎么施大分 是非常有意思的 徐光奇对于甘蜀的这个种植成功 其实对这个后来中国历史的 这个发展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有这个甘蜀之后 能够解决这个饥饿的问题 考古学家夏奈先生曾经写过 一篇有关甘蜀的这个文章 那么他这个考证 就是在中国在西汉的时候 大概是六千万人左右 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 人口没有太多的增长 但是到了这个乾隆的末期 中国人的人口达到了三亿五千万 到了道光的时候 道光年的时候达到了四亿多 所以呢 夏奈就根据这个文献做出一个结论 就是除了一些其他的客观原因 其实甘蜀跟玉鼠鼠的培育成功 是解决了中国人的这个吃饭难的问题 所以使得这个中国的人口大为增加 那么除了这个甘蜀之外 徐光奇另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在天津屯田 进行这个水道的引重的这个问题 从南方迁到这个北方 使得北方也能够成为这个中国水道的 这个出产地 所以他这一部书相较于中国 从汉代以来历代就有的农术来说 是最为完整 而且科学性最强的 因为他吸收了大量西方的科学的东西 包括科学的技术 还有科学的农具 还有这个高产的作物的引进 他还有经济思想配套这个技术 所以他就是全方位的继承了 中国传统农术的精华 又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场 这是他一个超前的 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徐光奇除了在这个数学天文历法 以及这个农业方面所做的贡献 其实军事上的贡献也是可圈可点 其实那个时候徐光奇就意识到 要抵御诺尔哈赤这个清兵的这个入侵 光靠冷兵器是不够的 所以他提议就从这个海外引进这个红衣大炮 徐光奇把大炮引进了中国 徐光奇呢上奏天启皇帝 说这个敌人要来了 咱们怎么打呀 要用神威大炮 神威大炮是什么 在当时就是西洋的大炮 这西洋的大炮在当时那个时代呀 大家都以为是荷兰的 其实啊就是英国的加农炮 徐光奇在澳门买了四门加农炮 到了这个宁远之战 在辽宁的时候啊 徐光奇用西洋大炮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因为这个西洋大炮的射程远 精度高威力又很大 首次发射就击中了敌军大营 清太祖努尔哈赤居然被击中 八个月之后不治身亡 这就是全军士气大振啊 西洋的大炮呢 威名远扬 天启皇帝开始大规模的组织 人力物力 开始仿造西洋大炮 不到半年的时间 由徐光奇主持 仿造了四百多门大炮 徐光奇在临终前都念念不忘两件事啊 一是尽快地把农政全书 可以尽献给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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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给皇上 然后还牵挂着祖国的这个江土的圆满 他这个说呀 这个江土不够圆满啊 富国强不应的理想不能实现 我是死不瞑目啊 这个徐光奇 虽然这个学家会那个地方是他这个从事这个事业发展的一个大本营 但其实他是这个松江人 松江又被称为是上海之根 那么跟他同时代的 像这个董奇昌 陈继如 都是这个松江人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们三个人一起去这个赶考 那么在这次考试当中 董奇昌是考取了 陈继如跟这个徐光奇都落地 陈继如后来就一生就是不再追求功名 这个吟诗作画 那徐光奇呢 后来当然通过其他的这个途径就这个中了这个功名 我们刚才是说到徐光奇才说到了董奇昌 那么他们这个特殊的时代 我们说董奇昌的书法无疑是一个 成上而起下的大书法家 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四位主人公当中啊 有两位是跟书法有密切的关系 徐光奇跟这个红衣法士啊 呃 体灵兄写书法多年 你怎么看待这两个人的这个书法 嗯 我看徐光奇的这个字跟 潇洒 很潇洒 带着名人的气息 所以我们说特别推崇明代人的字 说明代人的字特别有风格化 今天你拿出红衣法士的字来说 个性强啊 辨识度高啊 没有人写成红衣法是这样 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而且每一个能够传承有序的大家 大书法家都有故事 它不能单纯只是一个光写字的 我们从来不单说红衣法士的书法 我们要把他的生平 他的经历 他的人格 他的追求和他的书法放在一起说 这书法就能留下来 拍这个红衣大师 我就被中央台留在了一个招待所里面 让我这半个月 你什么都不要干 给了我两箱子这里的字画 这都是红衣大师的真迹 他说你在这学 临摹 半个月是非常忐忑 但是胆子也非常大 去开始走进了红衣大师的这个人生 这个孙力这些年 其实在书法上也花了很多的功夫 我看你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起来写字 常年的这个持之以恒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其实挺惭愧的 您介绍我那个认识佟老师 我拜佟老师为师 然后也有五六年的时间 但是我真正开始认真写字 是从疫情开始 因为陪孩子上网课 然后我觉得我要给他们做个榜样 不能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上网课我在边上玩手机 所以我说我也在边上陪着一块写写啊什么 我就开始写毛笔字 佟老师就发了签字文给我 他说你从签字文的例数开始练起 然后我就对着手机 然后把那个打印出来 然后就开始学习 我就开始习惯每天写每天写 我最长时间一天也写五六个小时 而且我很喜欢很享受 我自己写字的时候 和自己独处的时间 从这个徐光起开始 他其实是一个儒生 是一个士大夫 但是后来呢 他走了跟这个传统士大夫 完全不同的道路 他从事了这个科学的研究 徐光起也好 红一也好 这个完全在一个新的城市 他们吸取到新的精神的力量 呼吸了新的空气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 其实人生达到了一个很新的境界 唯独诗书品好水茶香 本节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 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 欢迎登陆微博 关注东方卫视斯文江南官方微博 一起唯独经典文本 也可进入斯文江南话题页 边看边聊文人雅士经典文学作品 聆听文学的香音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上海呢 吹散了巴京 萧红等无数名家的乡愁 让他们在这里生根 成长成为真正的作家 我们一起聆听了李淑彤 和徐光启学冠中西的声音 寻觅了上海之根 清理了海派文化的诞生 并且见证了上海红色往事 百年更迭 上海的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真可谓是说不尽道不完 每个人都是最好的讲述者 我们感谢今天在座的四位演读嘉宾 和两位专家给我们的分享 收百事之缺文 才千载之遗运 东方卫视首当经典文本 维读节目《斯文江南》 让我们将维读传递 让维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在请大家放回《斯文江南》 经典文本和名字 肖红是那朵身在苦难土壤里的花 任时光流逝 生命消亡 艺术之花 永不凋零 怀念八经老先生最好的方式 是读他的文字 以深情之笔 写所爱之人 以赤诚之心示祖国 以开放之心献科学 以进取之志求真理 读懂徐光启 读懂海派精神 我在塑造李淑桐时 李淑桐也在塑造我 吟唱半生 尽速家国情 唯独诗书品好水茶香 本节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 水中贵族百岁山冠名播出 这站呢我们来到安徽宣城 君不见黄河之水 听上来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官方合作媒体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中国青年网凤凰新闻 小米电视开机话报 百度输入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小米电视频